他看了一個簡訊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開始想怎麼辦 然後後來想到辦法 那幹嘛那個 Keyboard嘛 然後Keyboard就開始臭罵柯健民 因為你說你早就發現一個規律 黃國昌要抖那錢 一定要先罵人 而且找大咖的罵 3月27號說 他自己講的 他我妹誤賴他 前兩天 前兩天就3月25號 收到通知交他募款 結果他就真的罵柯健民了嘛 我覺得我對國昌的理解 要重新來過了 重新來過我們都太淺了 對而且我們都幫他達成KPI 我們上當了 我光表演這個表演幾次 罵他罵了兩天 反而助長他的斗內的錢 然後他的所有的昌粉小草 全部圍攻我 突然收到重大通知 需要大家幫忙罷脫 然後他還給我咬嘴唇 黃國昌要講給我咬嘴唇 你什麼時候給我咬嘴唇 他還跟我講